如果說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天堂 那一定就是這裡了 所以現在先不要吵我 讓我好好在這裡放空一下 再來想想等一下要去什麼地方走一個 壁嘎利一個環地中海的國度 這裡是古羅馬帝國的發源地 我之前就一直在很多的風景明信片上面 看到這個萬神殿 這裡到處是教堂與美食 現在這邊的熱雅一起發現地中海 發現義大利吧 有句話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那羅馬是怎麼開始的呢 在這裡真的可以感受到羅馬帝國真的很偉大耶 這裡是古羅馬帝國的發祥地 有著世界奇景 我一進來就挖 然後這樣子挖了一整圈 這裡是羅馬假期的片場 給你浪漫的感覺 眼睛背起來喜悅 還有全世界天主教教徒注目的焦點 梵蒂岡 那現在呢 大家都在期待這個焦鐘 等一下來開始的事 請跟著若牙我的腳步 前進羅馬和梵蒂岡 發現地中海 上一集我跟佳蓉在Oviato分別之後 一個人來到了羅馬 依照佳蓉的安排 我跟接下來的翻譯 又在西班牙廣場碰面 因為這裡離地鐵站很近 又是知名的景點 聽說也非常的適合情侶約會碰面呢 坐在西班牙廣場 試著冰淇淋 是我最愛的一部電影影片中 羅馬假期 女主角澳大利荷本裡面有一個橋段 就是這樣子在這裡遇到她的白馬王子 這一段 是我一直一直都在腦海裡無法忘記的 現在終於讓我在這裡真的實現夢想了 佳蓉昨天跟我說 他今天會找一個同學來帶我 是個中醫混血 我會在這裡遇到我的真命天子 Mr.Rai嗎 是個中醫混血的帥哥 吃著冰淇淋 我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我會在這裡遇到我 關掉這個 有沒有看到我的嗎 你是Luvia 妳是Luvia 嗨 我是假龍的朋友 我是假龍的朋友 不是個中醫混血的帥哥嗎 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昨天佳蓉只说是一个中意混血儿 并没有说是男生 不过我们这位美女 真的是中意混血儿 名字叫卡密 回到今天的主题 西班牙广场 西班牙广场名字由来 是因为西班牙大使馆 就在广场旁边 而且已经有500年的历史 广场除了著名的137阶楼梯之外 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破虫喷泉了 这座喷泉的设计 是通过一条半粘在水池中的船 让喷泉的水先流入破船 再从破船的四边慢慢地溢出来 就像是漏水的船 真的要沉入水里面的感觉 是不是很有一番巧思呢 其实在罗马街头到处都有喷泉 所以罗马也有喷泉之都 这一个别名 接下来卡密要带我去的 也是一座喷泉 而且这座喷泉 应该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吧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啊 是我来罗马里面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之中 排名第一个梦幻景点 我一定要来 就是这里 许愿池 我要好好来许个愿望 那这样子许愿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 我有听说你要背对着 背对 许愿池 还有你要丢钱 从左边 哦 不能从右边 一定要从左边 对 嗯 好 还有你要make a wish 对 然后许愿 对 然后 还有第一个许愿是 你可以回罗马 哦 我一定要许第一个愿望是 我要再回来罗马 对 是 第二个 你可以自己选 所以等于我每一次许愿都要许两次啰 对 两次 我觉得这分明是罗马人想要赚钱 就是要大家再回来罗马嘛 是不是 对 好啦 不管是好玩也好 还是开玩笑也好 既然有这个说法的话 那我一定要照这个方式来一样画葫芦诗试一试 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 我来试试看 背对着 好 然后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许愿 我有丢到吗 丢掉了 好 那现在可以许我第二个真正想许的愿望了 许愿池是罗马最大的一座喷泉 正确的名字是特拉维喷泉 而这些游客投资的钱币 罗马市政府也会定期回收 当作慈喷泉基金 电影《罗马假期》中 奥带利赫本 那一个后来风靡全球的赫本头 就是她在许愿池这个场景之后开始出现的 卡蜜 卡蜜 我之前啊就一直在很多的那个风景明星片上面看到这个万神殿 对 所以我很兴奋很期待 就是来罗马一定要来耶 就是因为我要来 所以如果先做一些功课哦 它是啊 同时融合了这个古希腊三角形屋顶这种三角式的建筑 跟同时呢 融合了古罗马圆形建筑物 把它同时结合在一起 它有个很厉害的屋顶 你有进去过吗 有有是因为我们从小时候 老师他们会带我们在罗马 这样子我们可以更了解 对更了解我们在读什么历史 历史这些是什么这样 对 那赶快带我去看看里面那个传说中很厉害 很特别的屋顶好不好 好 去 万神殿在古罗马时期是供奉众神的寺庙 它的建筑风格对西方的建筑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在西方社会看到很多公共建筑的园厅 加柱廊设计 就是源自于万神殿 哇 康屁 你来看 这个屋顶真的是太 入国太为观止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像 这两千年前就该好到现在的耶 因为我刚刚看在这里面看就是 整个房子里面没有半个支撑物 然后它可以这样子完全不会倒塌 撑了两千多年 而且楼框道没有玻璃 对啊它真的没有玻璃耶 对 我刚刚啊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问 然后呢卡米非常好 卡米帮我问了就是这边的那个管理员先生 他说呢以前当然也会下雨了 可是下了雨之后呢 他们在地上呢有开了排水孔 你在里面不用担心里面会淹水 蛤是不是很聪明 哇塞 而且啊 你看看那个光 太阳啊会依照这个一年啊每年的季节 然后时间的不同 所以它的光源会不同的改变 真的好美哦 难怪那个米开朗基罗啊 他称这个你知道米开朗基罗说它是什么吗 是 天使之光 说到米开朗基罗 就要提一下在文艺复兴时期 和他齐名的拉斐尔了 拉斐尔就是常名于万神殿当中 在离开万神殿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之前 卡蜜说在这附近有家非常有名的咖啡店 让我一定要去品尝看看 我我我我今天喝的一个是很奇怪的口味 从来没喝过 是那个卡蜜这样喝 所以我也这样喝很特别 来说一下今天喝的是什么 我们这叫什么口味 金酸 金酸是什么你知道吗 人参 你想像不到那个人参可以加到咖啡里吧 我从来没有喝过咖啡可以加人参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的初体验 我想要试试看这个味道会不会很奇怪 喜欢吗 not bad 真的不错耶 蛮喜欢的耶 是味道出我意料之外的融合 因为 其实它人参味啊 那个药味没有我想像的重 没有 然后 可是 一点点甜甜香香的那个 生的人参的味道 可是那是鼻子的味道闻的比较多 可是要到嘴巴里面呢 反而是一点点回甘回甘的感觉 你怎么会想要喝这个 你明天就是一个混血儿 你怎么会想要喝这么养生的 这么咖啡 这个咖啡很养生耶 是不是 意大利人爱喝咖啡 但是 不像我们是悠闲的 做着 慢慢的品味 而是抢求速度 站着喝 在喝完这杯咖啡之后 我们紧接着前往下一个景点 四合喷泉 四合喷泉 位于纳伯纳广场中心 建于西元1651年 是由吉安贝尼尼所设计的 它以四座巨人的雕像 来代表着四大洲的四条大河 分别是 非洲的尼罗河 亚洲的恒河 欧洲的多瑙河 还有美洲的纳普拉塔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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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你说 带我来这个 很有名的四合喷泉 对 怎么旁边 这么多摊贩 这么多店啊 因为是上诞节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 Christmas Market 很多 都在这边 他们都会卖甜点 礼物给小孩子 袜子 老太婆的袜子 挂圣诞的袜子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平常来这个地方 是没有这个市集的 对 完全都没有 我真的好幸运哦 哈哈哈哈 而且我这样子看上去 已经眼花缭乱了 我明明已经大失血了 你们很坏 你们都带我来这样子花钱 没关系 不用担心 本姑娘刚刚已经去领钱了 哈哈 所以我决定可以再好好的看一看 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哈哈哈哈 我们去逛逛逛逛 我去看一下 去 每年的十二月八号开始 一直到隔年的一月六号 是纳佛纳广场最热闹的日子 这是从中世纪流传至今 文马圣诞节的传统节日 到处都是卖圣诞节饰品 和玩具的摊位 就像在办园游会一样 有的吃又有的玩 好明明你们这边的甜点圈都这么大个喔 对 这么大 台湾的是小小的而已耶 对 这是聖诞节的很特别的甜点 哦 圣诞节的 对 而且这是特别的罗马的甜点 哦 特别罗马的甜点 对 喜欢吗 我喜欢 而且有点热腾腾的甜点圈 好好吃喔 它跟台湾的甜点圈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面团的部分 因为台湾的甜点圈啊 比较像面包 比较松 对 然后比较膨一点 这个的口感的比较扎实 然后比较Q 有弹性 而且这个是新鲜的 他们每一天会做 哦 每天做的 哦 每天做的 对 那如果说要加巧克力的话 就是在另外模的 对 对 可是我觉得 对你们口味加巧克力 太甜 对 我比较喜欢加巧克力 太甜吗 其实还好耶 他们对巧克力啊 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甜 吃起来的感觉 就真的很像台湾在吃那个 巧克力厚片 哈哈哈哈 味道好吃 谢谢 我可以边走边吃 好多热闹的东西可以玩哦 刚刚有介绍说 纳佛兰广场 会一直热闹到1月6号 因为1月6号 是意大利的儿童节 可是这一天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 乌婆节 嗯 好奇怪哦 现在不是圣诞节吗 我到处看到都是圣诞老公公 可是为什么这里 我看到都是 巫婆啊 对 是巫婆 这叫北范娜 这老婆 这老婆 会来带甜点给小孩子 她们要准备她们的袜子 她们要挂好 嗯 以后她会带她们甜点 可是如果她们 不是 小朋友如果不乖 对 她会带 呃 黑黑的 对 对 这真的假的 那为什么 是因为她们 巫婆都是骑着扫把来送礼吗 还是 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扫把 因为这样子扫把 意大人觉得 It means good luck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就像那个 要把霉运啊 跟不好的东西都扫掉的关系 所以会带来good luck 对 好好玩哦 每个地方真的都有每个地方 很多不同的习俗 对 是 不同的特别的地方 果然呢 这个逛那个市集呢 真的可以发现很多 当地不同的文化 特殊的文化 我们再去晃一晃 走 你怎么看这个 蛮恐怖的 那佛纳广场虽然不大 但是 也足足让我们逛了一整个下午 走到最后 我都觉得 哇 我是来shopping 不是来工作的了 你看看 哇 是不是 意大利最有名的摩托车 对 Vespa 对 你们的国民车 对 对 没错 再加上罗马假期 也是有骑摩托车 是 所以一定要买啊 你看这多可爱 回去可以当杯子耶 是不是 喝了就很有感觉 对 然后买了 一样 一样这个是杯子 还可以送人 然后还有刚才 回去下午小朋友用的 圣诞老巫婆 然后重点是还买了很多钥匙圈 我买了回去 我朋友一定很开心 一定会 我自己也很开心啦 只有我妈不开心 一直shopping 不过不用担心 妈咪 我有帮你准备 今天在罗马的星辰 就在纳佛纳廣场结束 用满载而归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不知道明天 还有什么更好玩的地方 在等着我们呢 一早我们就搭地铁 在换搭bus 卡蜜说 昨天看我shopping的 实在太high了 所以今天特别安排 带我去一个 和昨天截然不同风格的 二手市集 好让我买个过瘾 耶 我们下车了 嘿 卡蜜 刚刚你在车上 你不是帮我买票吗 对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啊 在意大利啊 它是买票呢 它不像我们台湾做捷运 是算那个距离长短 价钱不一样 它是算时间的 所以呢 一张票是1.5欧 然后呢 它这里面是写就是 一张票是100分钟之内要做 所以你在100分钟之内做呢 同样这个都可以搭 几次都OK 可是相对的 如果你到了某一个地方 超过了100分钟 就要重新再买一张 对不对 是不是到了这一张 我刚刚经过看 就是这个旧旧的市集 对不对 对 你说这个地名叫什么 这在占名叫什么 Porta Portese Porta Portese Portese 因为Portese是它的名字 Porta Mini 意大利文是门 因为罗马的时候那是门 是拱门 是一个拱门的造型 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拱门的市集 对 是 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看有什么 这个市集一般中文翻成 波特塞门市场 是罗马最大规模的露天杂货市场 只在星期天早上营业 中午过后 店家就会陆续慢慢的收拾 所以 想来逛街挖宝的人 时间要趁早喔 快快快 Check it out 快点 你看到这个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 非常的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它上面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口袋啊 好 你东西很好放 可以放好多东西 然后重点是 它可以在 它都在前面 所以呢 这个呢 真的非常适合我们的摄影师 阿朗哥 你看 你知道我们出外景 多辛苦多坑袋 你看看他的袋子 是这个样子 然后每天出门都顶着一个肚子 然后好多线 好多插头要插 每次要开始 要讲话都开始 等一下喔 然后开始插 然后又挂很多大包小包 而且啊 很辛苦的是 因为啊 这边就是要小偷 小偷会很多 要小心 所以呢 平常都不能放后面 要放前面 一直要这样转来转去 要转到都50尖50腰50薄了 所以 这多好 通通在前面 不用转来转去 好吧 买一个给你 稍稍看多少钱 哇 这位老板一开口就是50欧元 杀也杀不下价钱 我只好放弃咯 其实 波特赛门市场 一般卖的东西 价格真的很亲民 成衣 也就是两三欧元起跳 杂货品也比外面商店便宜不少 因此不少当地人 就趁休假的时候 来到这里采购生活用品 以前啊 这个市集啊 真的都是完完全全 真的是纯二手市集 看是交换 或者是用很便宜的价钱 买一些二手商品 可是因为现在观光客 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我们刚一路看来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店家 都改成是在卖全新的东西 可是呢 卡咪跟我呢 发现了这一家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店铺 里面的老公公呢 他就是以前自己 在这边这样子摆摊子 摊卖的东西啊 就是真的老意大利的东西 这是以前旧的海报 旧的书 1946年 3月 以前的熨斗 好重 真的很重 以前是就在里面烧木炭 然后这压起来就开不了 然后就熨 好重喔 很重 对 这以前你放咖啡豆 哦 你放火炉上 咖啡豆 哦 在烘咖啡豆的 哇 这是传统的烘豆鸡耶 哦 你看这样子 把咖啡豆放进去 然后那个 把这个整个架子架在火炉上面 然后就边烤 他说他爸爸 以前他小时候他爸爸去 又知道我们 非洲 所以他去非洲 因为他爸爸是 他们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那边去 他爸爸从非洲 带咖啡 带咖啡 对 他带咖啡 他记得他妈妈每天会 放咖啡这边烤 他记得 因为他到晚 他小时候 带咖啡从非洲 可是以前他小时候的时候 咖啡是真的很 只有 很昂贵的东西 对 只有很有钱的人 才可以用 可以 就是一个小小的老式荒豆鸡 他还讲了这个爸爸妈妈的故事 听了 都快流泪了 逛二手市场有趣的是 每一件物品 背后都有个故事 所以你不买东西也没关系 听听老板说故事 也是另外一种乐趣呢 好香喔 我跟你说 哇我们这样一路逛来啊 结果啊 不知不觉 这个市集好长喔 我们逛了蛮久的 已经快中午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卡咪说好饿喔 沿路就闻到这一家 非常非常的香 你就带我来买了 对不对 对啊 这是猪肉 洋葱 还有 花椰菜 对 这整个叫什么 其实这没有一个名字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 面包夹肉的这种 说的这种方式 对对 哦 因为这种肉叫 salsicha salsicha 对 因为我刚看啊 它这个肉很特别喔 就是 会以为它是汉堡肉 或是肉片 其实不是喔 它是一条香肠 对 像香肠那样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它把它对切 然后压到板子上面 把它压扁之后 再把那个磨撕掉 对 所以这是豬肉 对 是 还蛮好玩的 感觉 可以 吃得看好不好 吃 卡密说 下午它安排的行程 是所有人来到罗马必游之地的 古罗马竞技场 因为竞技场 加上周围景点的区域很大 接下来要走的路 可多的呢 好壮观喔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耶 见证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时刻 我觉得真的会是 我一辈子一辈子 非常非常难忘的 一个圣诞夜 感受梵蒂冈子叶弥撒的神圣氛围 下一段节目 跟着若雅继续前进罗马和梵蒂冈 再次发现地中海 我们刚刚一出那个地铁站啊 就看到一整片好大一个区域喔 就是这个地方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是一整区 一共有三区 对 有这个 古罗马市集 嗯 Coloseo Coloseo 就是古罗马竞技场 Palatino 所以这个整个一区 它其实呢 我们刚进来是在买门票对不对 对 一区的门票是五块钱 嗯 可是如果 你这三区都要看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个套票 比较划算 套票是多少 12块 12块钱 所以我们刚买的套票 因为这样比较划算 嗯 现在要往哪边走啊 迪在最近的是 Foto Romano 那个是古罗马竞技场 对 好 那我们赶快去好不好 看 哈哈哈 你看到 我们看到一整个 圣诞老公公的车队 他们要整个在这边集合出发 要出去有车盒的 好可爱哦 哈哈哈 刚刚就看到整个罗马竞技场了 咧 Coloseo 所以Colosseo它在意大利文有沒有意思啊? Colosseo的意思是很大的 最大的 因為羅馬的時候有很多的 Arene Arene是這地方他們比賽 比賽的場地 對 比如說Verona我的城市也有一個Arena 是比較小的 因為羅馬是Capital 所以Colosseo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名字是Colosseo 因為是最大的 對 羅馬是首都 所以在這裡什麼東西都是最大的 對 那我趕快去 這是最有名的 最重要 最重要 最有名的就是在這邊 都在首都 對 那我趕快帶我去看一下最重要 最大的這個 經濟場 根據歷史記載 古代羅馬在最初的時候 有七座山丘分邊住著不同的人群 後來這七座山丘的居民 開始共同參與一些宗教活動 然後逐漸交流 組合起來 羅馬城就這樣子逐漸成形了 這七座山丘之一 就是我們現在來到的 帕拉提諾 帕拉提諾之秋 這都是從以前古羅馬時代流到現在的 現在都在維修對不對 對 都在維修 慢慢慢慢 我覺得維修真的是很很重要 又是很困難的一個工程 對 而且這個地方非常大 所以差不多每一年他們需要修很長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對 修然後但是又不能破壞它原來的樣子 對 又不能把它弄成現在 remodel成新的樣子 完全不可以 改變 對 我覺得這個維修古蹟的工程家 真的都是藝術家 都像阿爾提斯一樣 對 對 順著帕拉提諾向前走 會看到一座脫堤凱旋門 這是羅馬縣城最古老的一座凱旋門 從這裡分兩條路 一條往古羅馬競技場 另一邊 則是往古羅馬市場 我們選擇了先前往古羅馬市場 好壯觀喔卡米 嗯 欸站在這裡 欸這光是羅馬的一個市集而已耶 對 就是他們的市場對不對 對這叫Foro Romano Foro Romano 是什麼意思啊 在義大利文裡 嗯 Foro以前是他們的市場 他們的他們討論的地方 哦 他們的 集合 他們的交換貨物的地方 交換貨物的地方 對 交換貨物的地方 對 還有the business center 就是他們的貿易中心 對 就是他們以前做生意的地方 對 是 哇 光一個這個小小的市集 做生意的地方 就這麼的大 對 難怪啊 有古道經 不論是任何的城市 他們一開始最發源的發源地 都是從市集開始 對 而且 羅馬的時候 Foro是最中央的地方 哦 最中央 對 哦 所以什麼東西其實都是圍繞的這個為中心 然後慢慢的往旁邊去發展 對 哇 好壯觀喔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耶 而且 想想看 這是我們眼睛現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從古羅馬時期 就一路流產到現在的 嗯 在這裡真的可以感受到 羅馬帝國真的很偉大耶 所以 真的人家說羅馬不是一切造成的 你有聽過這句話 有 在英文裡面是講說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對不對 那在義大利文要怎麼講 Roma non è stata costruita in un giorno 好難的 好難的 這最讚難的 這水不會 哎呦 走了 古羅馬市場有露天博物館之稱 這裡有凱撒神廟 農神廟等教堂 還有神殿的遺跡 這裡原來是一片沼澤地 大約是在西元前六世紀 經過多年的排水和改良工程之後 才變成了市場和集會的場所 後來隨著羅馬帝國的強盛 各種大型城市的建築物 開始在廣場上聚集起來 不過 後來 在火災 地震 還有外敵入侵 以及廣場石塊 大量被拿去蓋宮殿和教堂之後 這裡曾經一度的變成乳牛牧場 一直到18世紀末 才開始陸續挖掘 以及修復遺跡 我們現在就是在羅馬競技場的外面 對 Colosseo Colosseo 我看到羅馬競技場 就想到澳大利河本在羅馬假期裡面的一個場景 他坐在Vispa摩托車上面 被帥哥載著 你也幫我安排一台摩托車 找一個義大利帥哥像那樣子載著我好嗎 太晚了 沒有辦法 為什麼妳們昨天沒有告訴我 好啦 我也知道臨時要你先升摩托車 有點困難 那不然妳等一下幫我生一個義大利帥哥 跟我拍照就好了 好 我們進去看一看 YA 古羅馬競技場 現今為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 建於公元72年到82年之間 關於競技場的作用 還有角鬥式的故事 我想觀眾朋友 應該從電視或電影中了解了不少 在這裡我就不多加說明了 西元42年和508年 羅馬曾經發生過兩次強烈的地震 造成競技場部分的毀壞 之後又在西元523年 完全禁止角鬥式的表演活動 建築物就沒有再進行維修以及保護了 因此損壞進一步的家具 而變成現今競技場這個模樣 好漂亮 好壯規喔 沒辦法 要先跟觀眾朋友講一下不好意思 因為啊 裡面啊 他不讓我們帶這個專業的攝影器 才進來 所以 只有我們兩個用 把我們剛剛看到的感覺 跟觀眾說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 可是呢 妳第一次來這裡面嗎 還是妳之前有進來過 這是第一次我進來 經過Coloseo Coloseo 妳剛剛看裡面的感覺怎麼樣 真的很大 很大對不對 對 我覺得超驚喜 我剛剛啊 進來啊 我就跟卡咪說 卡咪我好像傻瓜 因為我一進來就 哇 然後這樣子挖了一整圈 裡面真的是太壯觀了 不過啊 我真的覺得 還有一個很佩服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一進來啊 這樣子看他繞 除了這個 這個競技場 真的不愧是妳說的 羅馬這邊當地最大最大的競技場之外 我覺得 因為觀眾一定非常的多 妳進場一定是陸陸續續嘛 就不會有塞車的問題 可是如果是擅長的時候 大家都同一個時間結束 就一起出去都會塞車很擠 可是呢 我覺得它裡面設計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它裡面就是一層又一層 不同的層 不同的樓層 然後有不同的 很多個出口 然後有很多個門 對 他們有很多的門 所以 先第一層 第二層 對 這樣子 所以 就跟我們觀眾買票進去一樣 妳知道妳自己做什麼位子 妳就從哪一個入口分區進入 相對的妳在離開的時候 也是分區離開 所以 疏散跟這個進場這個通道 設計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完全不會有這個塞車 或者是這個 擁擠的問題 對 我真是太佩服這個設計了耶 所以後來啊 好像所有的 大型的這個表演場地 都是用 參照這個古羅馬時期的這個設計 來做這個場地的設計對不對 對 是 真的是太英明睿智了 從那個時候就這樣子 對 他們很聰明 在競技場旁 有一座軍事坦丁凱旋門 是為了紀念羅馬皇帝 軍事坦丁一世 在明里維橋戰役中 大獲全盛所建 而這一座凱旋門 也是羅馬現存凱旋門中 最新的一座 其實不管是凱旋門 或是競技場 都是因為羅馬皇帝 好大喜功所建的 但是 不管再怎麼神聖輝煌的帝國 也終會有像太陽一樣日落的時刻 徒留這一座經濟場 紀錄著那段羅馬帝國 曾經有的黃金歲月 旁邊 接下來呢 我希望你可以帶我去做一件事情 什麼 吃冰淇淋 蛤 冰淇淋 Gillade 幹嘛你要吃冰淇淋 你確定嗎 因為你有所不知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我遇到佳蓉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來義大利啊 因為這個Gillade非常有名對不對 我一定要吃20種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對 現在呢 目前為止 我只湊到了14種 所以呢 還差6種 所以 沒有問題 我帶你去 完成我的夢想 好 去吧 耶 就這麼巧 我們一進地鐵站 就發現了一間賣冰淇淋的店 不過 卡咪說 通常在地鐵站賣的東西都不好吃 但是 抱著嘗試的心情 我還是等了兩球來試試 耶 我吃到了 來一個給你 你的給我 先吃這一個 Sauberry的草莓 嗯 嗯 嗯 好吃吧 好吃啊 這讚的也不難吃耶 而且啊 我知道這個草莓有 好濃的草莓果粒喔 真的都吃到水果耶 然後你剛剛說這個不是那個 Coffee的 是那個 Castnut Castnut 那是真果的 對 我來試試看真果的 這也不錯 好吃嗎 好吃嗎 OK喔 欸 你說 這個不好吃 我覺得義大利的這個 Gerado真的不是蓋的耶 我們想說 車站的應該不好吃 真的還不錯很好吃 很可愛耶 意外的驚喜 讓今天有個Happy Ending 明天是12月24號 我們將前往梵蒂岡 看看聖誕節前的梵蒂岡 是什麼樣子 Kami 今天是那個12月24號對不對 對是 也就是那個 今天晚上就是那個聖誕的平安夜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你帶我來這裡 梵蒂岡 哇 很漂亮對不對 好漂亮喔 除了漂亮以外 我又覺得很Peace的感覺 我就在這個廣場 雖然人很多 然後可是看著旁邊周邊的雕像 然後太陽這樣照著 我就突然就覺得 好Peace好祥和喔 我就突然有覺得 我的心 我的心整個都靜下來的感覺 很舒服 梵蒂岡在拉丁語中的意思 是先知之地 因為耶穌門徒聖彼得 就葬在這個地方 一開始是建了一座 君式坦丁大教堂 來自一年 到了15、16世紀的時候 君式坦丁大教堂 被改成成為現在的聖彼得大教堂 成為了天主教 舉行重大儀式的場所 而當年 米特朗基羅和拉斐爾 都曾參與過 聖彼得大教堂的設計與建造 在這個天主教重要的節日時 梵蒂岡的一舉一動 都受到全球信徒的注意 那像今天晚上啊 是我知道說 有一個很盛大的一個 宗教儀式對不對 對 那你是天主教教徒嗎 對,我是 對 如果你是教徒的話 那這個地方對你來講 一定有更不一樣的感受囉 對 你以前就來過嗎 對 我第一次來這邊 我四小時後 我八歲 啊 八歲 對,媽媽帶我 那你應該那時候什麼都看不懂吧 還是 對 不太看不懂 可是 感覺真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嗯 因為這就是你們一個 宗教信仰的中心 很重要的地方 對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你一定要來一次 對 非常重要 對,媽媽 真的 對 欸,我突然想到啊 因為我以前高中念的是教會學校 是天主教教會學校 對 然後我們每次到聖誕節之前 就會開始 學校的中庭 就會佈置那種 我們叫馬草 就是耶穌誕生的地方 對 可是在這裡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是在裡面嗎 還是 沒有 因為在你的後面 嗯 我沒有啊 我只有看到一個方間盃啊 沒有,在那邊後面 因為今天四點他們會開 所以他先佈置好了 可是他現在先這樣子 把它給圍起來 然後今天聖誕夜的那個 下午四點鐘 對 才會把它打開 對 讓大家看 對 趁著下午馬草堅目離世之前 我們步行到離聖彼的大教堂 約十分鐘入城的聖天使城參觀 有看過電影 天使與魔鬼的人應該有印象 丹布朗把這聖天使城 描寫成光明會的秘密總部 光明教堂 當然 這只是小說虛構的 其實這裡呢 原本是羅馬哈德良皇帝的人情 之後 為了防止外離入侵 於是 把這裡修建成為城堡 傳說 在西元五百九十年的時候 這裡發生了瘟疫 教中在主持完謎下之後 經過這裡 看見城堡上 出現天使 帶著寶劍下凡 之後瘟疫 也神奇的結束了 於是為了紀念這一件事情 教會在城堡上加上了一個天使項 因此就有聖天使城這個名字了 現在中原標準時間下午4點 我現在在這個聖彼得廣場 你看到外面人山人海了嗎 我們現在好像是動物園的動物 但是我們是被觀看的 我們不是在看動物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柵欄裡面 哇我現在呢很興奮 因為後面呢 就是等一下4點多要開始的 這個馬槽的揭幕儀式 然後看到沒有 哈哈哈哈 因為有這張陣陣 所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 又再來裡面拍攝 馬槽揭幕的過程耶 真的太生犯了 耶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月聲中揭幕儀式正式開始 緊接著是藝人劍的活動 還有嘉賓致辭 等到馬槽揭幕的那一刻 回觀的群眾 無故拿起相機 記錄下這珍貴的一刻 整個儀式到現在還沒有結束 要等到教宗主持的子葉彌撒結束之後 眾人把小耶穌放到馬槽中 才真正的算完成整個儀式 由於這幾年 教宗本賭十六世 身體狀況不太好 所以原本在凌晨12點 舉行的子葉彌撒 都提前到10點就開始了 Kamiya現在真的帶我來這個聖彼得大教堂裡面 做這個子葉彌撒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講話的聲音特別小聲 因為在這裡面的氣氛真的是非常非常隆重 然後而且很肅目的 所以進來不自覺的就會把講話的聲音放低 那現在呢大家都在期待這個教宗等一下來開始議事 我覺得在這個全世界第一大的這個圓頂大教堂裡面的感覺真的很特別 即使我都不是教徒 我都會覺得那種 由然而生從心裡面發出的一種敬意 非常的尊敬很神聖的感覺 那現在就讓Kamiya帶著我一起唱聖的 然後慢慢的做這些彌撒的意思 很好 這一夜大教堂內 約有一萬個人在做彌撒 外面聖彼得廣場更是擠得隨屆不通 加上彌撒過程透過電視直播到世界各地 估計有數億觀眾收看 雖然我不是教徒 但身在此氛圍中 那種眾人強烈的宗教意識 還是深深感染著我 整個儀式一直到凌晨12點20分才結束 我都可以覺得在今天這麼特別的一個日子 然後在這麼一個特別的地方 跟這麼多的人 然後一起過我的聖誕節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真的會是我一輩子一輩子 非常非常難忘的一個聖誕夜 對 還沒一些鹹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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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 natale 怎麼叫 過な一趟 哪一趟 做太難了 太難了 快兩個太難了 處女兒 很好 cheaper 漂亮 kara 其次 非常 obrig 旅行都有來說不只是一種休息 不只是一種放鬆 更是另外一種習式的充電方式 這一次來到義大利 走了幾個不同的地方 其中有幾個地方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像在Sorrento 在那裡我感受到整個 很濃厚很濃厚的南義大利風情 另外到了Valenture Valenture走到大街小巷裡面 全部都洋溢著滿滿濃濃的藝術氣息 讓我不知不覺都變得感性了起來 另外還有羅馬 到了羅馬看了像羅馬經濟場 還有幾個其他不一樣的古蹟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讚歎 當時羅馬帝國的偉大 所以我想 這雖然是我第一次來義大利 但是絕對不會是我最後一次 It's time to go home 現在要回家了 現在要回家了 我要去Check in 囉 Bye Bye 接下來發現地中海義大利段的旅程 就由我錢柏玉接手囉 跟著我前進北翼帶你們感受一下水都維尼斯的浪漫區吧 Go 什麼?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我只要你不怕 阿滴